你怎么回事 我的天呀 不会昨晚你这么对我的吧 这个男人总是让我虚惊异常 但昨晚的这一夜 却是我这一个月睡得最安稳的一晚 是那么的香甜 这是为什么 怎么睡这儿呢 怎么睡这儿呢 我们俩昨晚 别想多了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所以就是睡在这儿 怎么感觉都是我身边啊 这个女人总是让我心神不定 昨晚这一夜 我似乎在做梦 可是为什么现在我脸上 会有她发丝的气味 我一大早上排队 生煎包 鸡蛋 还有豆浆 都是你喜欢吃的 趁热吃啊 谢谢李先生 你俩同居 你俩 你俩 我宝贝 宝贝 帮我一条生物 我宝贝 我肯定帮你 我 我宝贝 你怎么说的呀 杰森是我亲兄弟 你放心好了 保密 你呢 好说歹说的 终于不八卦了 好的也算是我亲姐妹吧 凑合吧 你只能选一个 什么 你只能选一个 怎么可能只选一个 那我一个 我 我 我大肆宣传了啊 不不不 这样两个 不 全部 不过 没什么可说的嘛 对吧 我们本来也没什么 对 本来都是假的 刘总 嗯 开始了 今天是江总出差之前 我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呢 我们主要的是根据 我们公司的重点项目 物流分解项目 我们将AV小组 分别汇报了两个方案的情况 我们来进行 汇总和整合一下 来进行最后的敲定 下个月 正好我们参加路演 两位组长 但是我们的主要是这个 下来进行最后的一个方案 好 我们的一个方案 我们是这样的 人们的有个方案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的机会议 我们的一个方案 我们的一个方案 物流系统的第一特质是什么 稳定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快件 它十二个小时送达 但是丢件率在百分之五十 另一个快件二十四小时送达 但是使命必达 我想请问 各位怎么选 我的Kiva系统 它的特点就是稳定 微脑机器人同比较同类产品 性能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这已经非常具有吸引力 而佟总工的Tino 兼容性 稳定性 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成本却是我Vino的一点五倍 所以我觉着Tino 风险太大 收益不明 不建议采用 我认为理工啊 说得很好 稳中求胜 是我们之东科技啊 一向的方针 佟总工诚实 你有什么想要表述的吗 同工程师 佟总工程师 佟总工程师 你干嘛呢 大家觉得刚才是我的行为 更加地吸引人 还是说理工刚才巴拉巴拉说了 很多见解 更吸引你们的注意力 当然是你的 刚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想干吗 谢老板 我成功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那是因为我站在台前 站在你们视野的第一线 这是第一线的力量 而刚才我站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说话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这是未知的力量 第一线未知二九合二为一 将是无可比拟的 Tino机器人正是如此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 物流大国 我们难道还要 尊重别人制定的体制吗 Tino机器人系统 就是为我国物流机器人体系制定的 了解 直到强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stening to the podcast Sounds like your with us 和 ty 一 Konstantin 你 shame 对不起啊老板 我想在耽误大家几分鐘的時間 可能最近公司里边 有我跟许总的很多风言风语 其实本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死者 就不想当大家的面去说了 但是现在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 确实因为这个事情分了很多心 影响工作是不可以的 那我跟许总呢 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坦诚的人 我觉得有什么事可以实话实说 我和许总 我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说你发誓真不拿走张败人啊 这怎么了 你俩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啊 说说吧 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你就老老实实说啊 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 情况是否机灵 我就跟你们说吧 这故事其实是这样啊 江大凯呢 江大凯呢 现在想要追求许多 展开了疯狂的攻势 许多需要一个挡箭牌 就选中了我 头儿 没搞清楚啊 那个 你去帮那个女魔头 而且那个江胖子还要追那女魔头 什么情况啊 这林大师什么鸟都有啊 我跟你说 本来这忙我不想帮的呀 但是我偷偷在公司里边做实验这事 被许多发现了 他拿这事来威胁我 你看到没 我赢了 给钱 给什么钱呢 这没有假期真做吗 我都说了 投影仓 我不可能那么快投降的 给钱 少费花一百块 你们三个还拿我打赌是吗 不是 我怎么就这么不信 你没有假期真做呢 我这钱花点冤的 顾老师 你那么一直看着我干吗呢 真的 我们俩签了一个一个月的协议啊 一个月之后自动分手 一个月之后怎么着 再假装分手啊 不是 你俩这个 我跟着胡闹了吧 那个 我就想问问头 你跟那个女魔头 这个假戏真做 假扮情侣中感觉怎么样 我跟你说 我跟许多我们俩 能做上个普通朋友 就已经算很好了 你现在是普通朋友对不对 你伴着伴着就变成好朋友 再伴着伴着就变成了 砰砰砰砰的朋友 我感谢你 感谢你 我过来 砰砰砰 别闹 别闹 你别闹 我跟你说 我赢了啊 小飞 转账 一百算 什么转账 没劲 没劲 走了啊 你别走 没劲 你先转给我 滚吧 你转给我 转 转 转 你俩真没事吧 怎么着 还留下来单独神光啊 其实我挺高兴的 真的 你说你俩原来 现在能成为朋友 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行了 行了 你早点休息 我走了 还是你懂我啊 拜拜 拜拜 这个童现在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了呢 别这么大声 这是童的隐私 隐私听到没 在我月大法国面前不存在的 你也给我老实交代 院子真好啊 这些天啊 我今儿啊 觉得 我既高兴又悲伤 你高兴悲伤什么劲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高兴是因为童宇 他有开心的事 他开心我就开心啊 那悲伤是因为你谈恋爱了 我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南京西路第一帅李杰森 我不应该谈恋爱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谈恋爱了就没人陪我玩了 得了吧你 都结婚了还要我陪你干吗 我都结婚了 我倒还记得 看看 这么大一个房子 除了我之外有谁啊 还有个摄像头 那个是我老婆 你好 你好 看这里 别挑衅了 你到时候把人惹急了 你担得起吗 什么担不起的 反正那一周多没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呢 行了 别说我了 说我你吧 看看你 这个满脸春光乍显 你跟子倩到了什么环节了 甭提了 这爱情的大门啊 我脚趾头都没进去 子倩特别奇怪 送了我一本射雕英雄传 让我去看 啥意思 射雕英雄传 你说 送我一本言情小说 我还能明白意思 这武侠小说 这是一段时间没见你 你看来你的智商下降了呀 这点都不懂 什 什 什么意思 射雕英雄传 我还真没想到呢 这个岳子倩说话挺隐喻的 她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你就像射雕英雄传 里面的英雄一样 可以弯弓射大雕 弯弓射大雕 怎么射啊 她希望你这个青涩小男友 可以放下包袱勇往直前 弯弓射大雕 彻底搞定她这个小辣椒 倩姐还有这意思呢 明白了 明白了 来